你知道我是個家訓班的教練 你認為我該怎麼辦 國片陽光普照拿下奧斯卡門票 台劇透過OTT平台大放異彩 文策院表示 台灣影視的亮眼表現 此刻正是進軍國際的最好時機 文策院新手14家台灣影視公司 簽署合作備忘錄 投資台灣影視作品開發 文策院在最後的這一桶金當中 讓我們能夠在這個照浪計畫當中 幫我們的量能打開 因為影視產業不只是人才 不只是創意 也不只是資金 其實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要跟國際品牌的對接 你必須要有足夠的產量 董事長丁曉晶分析台灣影視的痛點 包括產量不足 國內外投資信心不足 國際市占率低 國家品牌辨識度低 丁曉晶說在這次計畫 文策院提勾劇本開發基金 捲鬥文創能量 並透過提供最後一桶金 助攻影視作品 對接國際市場 我們是簽MOU的關鍵就是說 每一家業者都已經有很好的成績 有國際的門票 那它原來可能一年只有 一部兩部或三年一部的這種量 在我們這個計畫的支持下 基本上都是倍增以上 丁曉晶表示簽訂MOU後 將啟動超過百部影視作品開案 包括電視劇 電影 紀錄片和動畫 並提到台灣因為有特殊文化歷史 能夠有豐富的內容產業養分 而台灣防疫的亮眼成績 引起國際對台關注 也是機會透過作品 滿足國際對台的好奇 提高台灣的國際能見度 新台南電視 林玉堂 曾欣敏 台灣台北報導